今天我要介绍的题目 TUFJS就是地理资讯的分析与视觉化 那其实我题目主题就只有一个 就是地图 博有六个 那同时段呢 因为在活动中心啊 就是有募约的自干 就是地图的watchhop 那因为我报不到 所以我就决定自己上来讲一场 好那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Curo 那我在 目前是在永庆防众集团 担任前端工程师 那其实我个人不是地理资讯背景出身的啦 就是还好有 今天有TUFJS这样子的工具 所以我就有机会 站在这边分享一下 就是有关于GIS的这个工具这样 那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那什么是地理空间的视觉化 那这个听起来其实蛮学术的名词啦 那其实说穿的就是利用图像的视觉化 来呈现有意义的空间资讯 OK那怎么样的空间资讯才叫做有意义的呢 说到这个就必须要提到说空间分析的方法 那因为经过分析过的资料才能成为有意义的资讯 那空间空间统计是用来描述这个地物的地理特性 像是地物的中心点 那它的聚集或者是离散程度等等 那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透过分析疾病的资料 我们可以发现说呈现它的这个群聚的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推论说这个疾病在某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开始流行 那又或者说像是我们的房仲业好了 以实价登录为例子来讲的话 那就是我们来分析台北市 台北市各区平均房价的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推论说 哪个区域的平均房价它比较高 哪个区域的平均房价它比较低 那可以作为就是你投资或者是买房的参考 好那理解了空间的分析之后 我们来谈论一下地理空间的资料模型 那地理空间其实大部分我们可以 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向量型的资料 那另外一种是网格的资料 那向量资料又可以分为点线面三种 那点资料呢大部分是用来表示地点 测量站或者是事件发生的位置 那线的资料呢通常是用来表示路径 或者是交通网河流这样子有线性特征的东西 那面呢则是用来表示边界一个范围 像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行政区的资料 或者是里边界的资料 它都是一个一个用面 应该说用多边形来表示的面积范围这样 那如果说昨天下午有听过沐约的分享的话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他已经分享过 就是有关于点线面在地图上面呈现的样式这样 好那至于网格资料呢 就是我们将整个地图 也就是空间的表面 我们把它画成一格格的均匀的网格 那再将相对的属性记录在那个网格里面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有相对应的demo 可以实际介绍给大家这样 好那如果是以主题来划分地图的类型的话 大部分我们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以地点位置为主题 那地点位置为主题的话 有点图或者是航线图 那如果说用地区统计的话 那有等高线图和热图 像前阵子台风来的时候 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有一个风向的那种 它有用颜色表示它的风向跟它的强度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像是热图的一种 好那理解了地图的类型的种类之后 那地理空间是怎么样来分析的 那一般来说运用空间分析的技术 我们要先理解地图的地理位置的分析 包括上面五种主要的步骤 那首先呢在开始分析之前 我们要先拟定问题 那我们决定好要 今天决定好问题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理解说 我们需要收集的是哪些的资料 对那在收集找出问题之后 那接着就是针对我们需要的资料进行探索 那其实整个流程里面 花最多时间的会是收集资料的这部分 对因为你在开始 应该说我们需要先收集好足够多的资料之后 我们才能开始分析说 哪些是我们需要的 哪些是我们不需要的 对那当你的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才开始要想针对这个问题去做验证 或者是做辩论 那我们就会依照我们先前所取得的资料的类型 会有不同的方法的分析 那统计计算这就不用讲 这就是写扣或者是利用一些工具 程式的工具来帮我们去跑 依照我们的模型去跑出对应的结果 那我们再针对这样子的结果进行解释 那OK那说了这么多 那资料怎么来呢 那好在说今天有一位号称台北市资料王 就是他 台北市资料王 那对OK在今天既然有现成的资料之后 那我们就去伟大的航道 那我们的资料 OK伟大的航道就在这边 好啦那这是开玩笑 那今天大部分的demo 其实都会从这个网站上面所下载下来 对其实就是公开的资料 大家都可以下载来到 好 那资料有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来开始介绍今天的主题 TurveJS 那TurveJS是什么东西呢 OK 对TurveJS是一套开源的WebGIS的引擎 它是由MacBus所开发 那其实它是一个轻量且高速的这个JS的Library 那它因为是JS写的 所以说而且它拥有模组化的特性 所以它可以在前端跟后端 后端就是用NodeJS去跑 对 那它还提供各种地理空间分析的API 这个等一下会一一为大家做介绍 那重点是Open Source MIT授权这样 就是可以放心使用 那刚刚说过就是TurveJS啊 它在前后端都可以使用 后端的话其实透过NPM install 有用NodeJS的话 其实就应该是蛮熟悉的 那如果说你在前端使用的话 其实就是透过一个Squick的Src 然后把这样子的JS把它载进来 其实就OK了 好那凡事都有第一次哦 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要在地图上画像这样子的 Hello的东西的话 其实不好意思 那个TurveJS是没有提供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我们今天不讲Hello World 我们改介绍一些其他简单一点的东西哦 好给我一个Boss OK就是我今天就画一个矩形好了 那其实矩形 我们今天只要给它一个左上跟右下 或者是右上左下 只要对角线的坐标 它就有办法帮我画出一个矩形哦 像这样 但其实不是啦 它不会伸出像这样子的东西 它伸出其实像这样子的一段 GeoJson的格式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那其实GeoJson它也是Json资料的一种 那它其实是被规范过的Json格式 对那其实它也是 也是符合Json的规范啦 只是说它有一些它自己相定义的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啰嗦一点 那我们这边来简单介绍 那大部分来说我们会用到的 比较常用到的会是点 线面这三种 那GeoJson组成呢 它首先会有像上面有个type 它上面是挂的feature 如果说你今天是单独的特征的话 那就是下面就是feature 像点线面这样子的东西 OK点的话非常单纯哦 它就只是挂一个坐标 然后属性的地方其实是自由的 它就是没有硬性的规定 这样所以说其实GeoJson它的组成呢 就是type跟它的坐标 跟它的属性 这三样的东西就可以组成了 那线段的方式呢 就是线段跟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它的type 像点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用point的方式去表示 那线的方式 线的东西的资料呢 它是用lightstream OK然后搭配的是多个坐标 因为线段不可能只有一个坐标 所以它一定是多个坐标 去做连接 那面的话一样 跟线一样会有好几组 只是说它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因为它把它连成一个多边形 所以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样的 OK当然一组GeoJson里面 它可以同时包含点线面 三种格式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上面的type 变成是这个feature collection 不是下面的feature这样 feature的话你就会发现 它在底下的features里面 包含了好几组 像上面这个就包含点线 跟后面的这个面 因为后面太长 我就把它卡掉这样 对 那其实主要只是给大家 介绍一下GeoJson 因为今天的TurbsS 它全部的资料呢 都是由GeoJson为资料处理的媒介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把GeoJson送进去 它会给我们对应的GeoJson 这样 OK 那 WGS84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经纬度 那它与多种主流电子的地图平台相同 也就是说今天呢 像我们只要用 比如说像Google Map 或者是OpenStreetMap 或者是其他的Mapbox等等的 你只要它的平台有支援GeoJS 这样的格式它就可以使用 它并没有局限在任何一个平台上面 也这样 好 那Turbs.js它处理资料的流程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图来简单说明 我们首先把RAWDATA 透过Turbs.js处理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组GeoJson 那这个GeoJson 我们再把它 把处理过的GeoJson 我们直接印在Map的平台上面 就可以使用 所以说像刚才我们 伸出来的这个Box之后 它画出来的结果在不同平台上面 都可以正确的显示它对应的结果 好 那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不管我们使用是哪一种地图的系统 只要有支援GeoJson的 其实都可以使用Turbs.js这一套 对 好那因为我个人比较熟悉的是Google Map 所以今天的范例 都会以Google Map作为范例这样 好 那在Google Map里面 我们要把GeoJson绘制到地图上 其实非常简单 像我们上面这个 第一个就是 透过Turbs.js 我们去生成一个点的资料 OK 那第二个就是 你要去为Google Map做initio 那第三个呢 就是把我们生成的资料 直接印在Google Map上面 就是透过Map.data.addGeoJson 这样子你的资料 就可以画在你的Google Map上面 好 那昨天Bubbs有说 就是透过15分钟一定要有只猫 所以等一下 应该会看到不少猫图这样 OK 那相信大家都等得不耐烦 我就来一一介绍Turbs.js 它常用的功能 首先是资料处理的部分 好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Turbs.random 那这个东西它可以随机 为我们生成多种点型的资料 或者是多种多边型 像上面的范例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 这个random后面接着是points 所以说 然后后面的是 你要随机产生的数量 以及它的经纬度 也就是说 今天我在这个举行里面 我想要随机生成10个点 那透过Turbs.random 这样子 它就可以帮我们在 对应的范围里面 生出10个点 好那当然在生成好的一个群点的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透过Filter做过滤的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Filter的格式 它其实是用透过KeyValue的这个配合 像我们生成好 比如说像左边这边有 加以丙丁的资料格式 那今天如果说我想要把 假 就是资料里面是假的这个 point把它捞出来的话 那其实透过Filter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变右边这个样子 好那除了过滤以外呢 当然也提供了移除的功能 那我们只要把刚才的Filter的范例 把它换成remove 之后 你就会发现 刚才我们本来是想要把它 假过滤出来 那现在是要把假移除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只要把 它的API换掉之后就OK了 它输出的结果就是 把假滤掉的结果 好那接着是常用的 集合与统计的功能 透过Turf.com 我们可以取得 就是该区域里面的 point的数量 像左边这个demo 它这个字有点小 我等一下会实际livedemo给大家看 就是我这边 其实我一抓到 透过这个Turf.com的API之后 它可以取得说 我今天这个区域里面 我所有的这个 point的数量 那像这个 它就去显示 cont等于2这样 那当然它也提供了 该区域最大值 跟最小值 比如说像max跟min 好 那它也提供了就是 回传该区域里面 所有点的数量的总和 就是透过sum 那跟count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每个点 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数值 那count它其实是 只是算点的数量 那sum它会 把各个点的数量 里面的值去加总之后 计算出来 OK 那当然也提供了 平均数跟中位数 那个使用方式 其实都是一样的啦 好那刚才介绍了一大堆 如果说今天我们想要同时 取得各种的统计结果 那一个一个写 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它也提供了这个 就是直接把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正列的方式 把我们想要的 就是统计的 结果把它先记录起来 然后之后它会 一口气回传给我们这样 那这边直接看demo OK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台北市的区界图 它是以区为分界 对那我在上面 其实先铺满了 随机的点这样 OK 那上面像这个呢 我先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说 某区的总和 这个点的数量 哪边比较多 我们可以按这个count 你就会发现说 OK 今天发现台北市40区 它这个点的数量有8个 那这个count只有一个 你就会从这个 从这样子的视觉的话 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说 我今天哪一区的点数比较多 那如果说今天想要改成总和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差不多 因为其实点的数量越多 它的总和 理论上也会越多 因为这是随机跑的这样 那如果说你想要看的是平均的话 OK 你会发现说 这区的平均显然比较高 好 这区的平均是 OK 是8 因为它只有一个 就是8 好 那像这个呢 它的平均 哦 我拍谁 这边有bug 好 好 那说你要看到它的 该区的最大值 OK 像这一个 它的最大值是10 那这个比较淡的区域呢 它的最大值只有5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换的是 显示说该区最小值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已经倒过来 因为它这边 最小值其实是1 然后这边最小值是8 OK 其实透过刚才统计分析的这个API 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 就是Turbs S 它我们只要针对它的结果进行着色 不同的着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针对这个地区的视觉化 好 OK 那刚才的这个区界图 其实也是从这个台北的 台北市的这个open data下来的 好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想要针对 某地区的结果进行着色的话 其实是透过这个 set style这个API OK 那我们只要针对说 今天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 像这边的范例的话 其实我是针对透明度去做调整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如果说今天我们拿到的是这个 area 就是一个区域的资料的时候 那我就去针对说 它该区的透明度去做调整 那你就会发现它出来的时候 就会针对我们想要指定的透明度去显示这样 好 好那接下来是测量的部分 OK 我们这边一样是透过这个台北市各区的资料 那我们给它一个多边形格式的资料 那透过Turf.area 它就会回传该地的这个面积的大小 像这个台北市内部区 它就回传了这个大概是32.09点多平方公里这样 OK 那如果说想要取得该地区的中心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Turf.center 这样 像上面这样子 它就会帮我们生成 它回传的时候是回传一个point的格式 那我们把它印上去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OK 像这个应该是大安区 大安区的中心点它就把它标出来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它有提供另外一个API 叫做这个centrate 它显示出来的东西不是该地区的中心 而是该地区的重心 对就是这个重心其实就是多边形的重心 对 好那除了地区型的统计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算出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像这个就是从这个中央研究院下面这个 然后到上面的是南港展馆的检运站 OK 像上面这个两个点 我们透过Turf.js之后 然后把这两个点送进去之后 它就会回传说OK 这两点的直线距离大概是1.3149 点多的这个公里这样 那如果说单纯觉得说 你如果觉得直线距离来算的话 你觉得不够精准 它当然它也提供了 我们如果改给它一个是 一个路线的资料 那它就可以帮我们算出这一条线 线段的长度 OK 那一样是从中研院大门到南港展馆的话 就是改成以线段乘线的话 是1.36733的公里这样 那其实以路线来呈现的话 会比起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更能够真实的呈现实际的资料 OK 那Turf.js除了可以计算线段的距离以外 我们更可以许说 在这个线段 你移动多少距离 它的位置在哪里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我就是指说 离中研院500公尺的点大概在哪里 那透过这个Turf.js 它也可以帮我们计算出来 然后它会回传一个点 我直接demo给大家看 好 这边目前没有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取的是 距离中研院100公尺的位置的话 OK 它告诉我们说 从中研院开始 你沿着这个路线走100公尺 大概会在这个位置 那它总长其实是1.36733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你走1公里的话 就会到这个位置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处理 视觉化资料上面 尤其是像昨天沐月有demo过 比如像公车 你今天想要知道公车 到底它沿着这条路线 它开了多远 它开了多远 比如说你今天知道一段距离 但是你想要知道说 它跑了这个距离之后 它大概到哪个位置 那其实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它 OK 那又是demo时间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搭配了这个Google的街景 好 那这一段呢 其实是就是 我们都知道说Google 它其实有针对我们每天的这个移动 的GPS做定位的记录 那其实我是直接从我某天的这个移动 的记录来看 就是这边大概是我家 那这边是我公司 这样 OK 那总长呢大概就是这个五十几公里 这样 那其实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你会发现说 OK我今天这样慢慢拉 大概到四公里的时候 我走到哪里 然后这边有一个对应的街景 OK 点到哪里 OK 好 那透过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是 就是用特点JS搭配Google Map 去做出一个像这样子的视觉化的作品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图先预露下来的话 甚至你要做成赛车游戏都是OK的 你就透过set号 然后自动去跑这样 对 你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你就是跟玩赛车一样 你就发现它就是搭配自动街景 去显示它这样 OK 再来是转换的部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前几天天津爆炸事件 就是像这个范例其实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我把中心点定在台北火车站的位置 对 那如果说距离台北火车站三公里 方圆三公里 大概会是怎么样的范围 那其实特点JS 你只要透过一行 就是特点Buffer 你只列某个点 然后告诉他说 距离这个点的 就是方圆三公里 它就会回传像这样子的一个圆的范围给你 那我们直接把它印在地图上面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说 OK 距离这个中心点它大概 三公里的位置会有多大 那除了一个点以外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同时送多个点 比如说像这个 我是以高雄气泡的这个地点 作为范围的示意 那每个圆的单位大概是 这个范围我记得是0.5公里 对 那其实我们把所有点集合起来之后 你去告诉他说 OK 请帮我算出这些点 它大概距离0.5公里的位置 它就帮我们做出像这样子的集合 OK 这个是单点的部分 比如说今天你的距离如果是3公里的话 那当然这个可以依照 比如像那时候他们是说 10公里以内都会受影响 那10公里其实 你会发现OK 10公里大概整个台北 甚至是新北的一半都没 等一下监督是发生在市中心的话 其实真的就整个台北市 就几乎都没这样 OK 那这是高雄的示意图 对 如果距离是1公里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蛮严重的 最好是都不要爆了 OK 好 那除了算出这个扩大的范围之外 那TURFJS它也可以针对 重叠的这个多边形 就重叠区域去做处理 那像这个它就可以取得说 像绿色的区块跟红色的区块 它的交集的部分 就是中间重叠的这一块 它就可以帮我们计算出来 那连接的部分也是OK的 有一个是交集 然后连接是用merge 其实两个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那它就会帮我们算出 两个区域的计算结果 那我这边有个简单的demo 就是透过台北市Open Data 提供的这个U-Bike站点的资讯 来找寻就是我们附近的U-Bike站点 那这个是中眼院 那因为我本来设定的范围应该是500公尺 那我发现500公尺 其实捞不到任何的点 对 所以我把它放到了一公里这样 那你发现 OK 距离就是中眼院方圆一公里的位置 那大概有 这个三个U-Bike站点这样 那今天如果说你把它拉到其实像四中心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取得说 OK在 比如说我今天在星光三月这个点好了 OK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比如说离我最近的U-Bike站点大概会是在哪里这样 好那再来就是补肩跟差值 那补肩跟差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要做的网格地图最重要的功能 那直接看就知道 那提供这个画六角形的这个功能 就是它是帮我们 我们只要指定好这个对角线 对角线的经纬度 两个点给它 它就会帮我们铺上说 还有那个每个格子的这个单位 比如像这边是0.25公里 就是250公尺这样 每个格子它的半径是250公尺 那它就会帮我们铺上像这样子的格子 OK那正方形也是OK的 你只要把它换成Square GLEED就可以了 那甚至是三角形也没问题 但其实光看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很没Fu啦 因为你要 我还是直接给大家看一个demo好了 OK 好那其实这个颜色有时候做的挺很调整 但我没想到就是今天投影机 其实看不太到后面黑色的部分 所以 好先看这个好了 等它再把它调回来 那像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是从台北市Open Data 它去取得所有台北市的停车场站点的位置 OK 那我再把它铺上去之后 那透过我们一开始介绍的这个统计 对 就是这个Count 我们去统计说 你每一个方格里面 的停车场的数量 那它的数量如果越高的话 那我的这个颜色就越亮 OK 那如果说今天你换成是方格的显示的话 就变成是像这样子的东西 甚至是三角形 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好看不太出来 我换一下 好 重新整理 嗯 没有 ok 这样就清楚读了 好 我们 其实可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就是在这一带 这一带应该是靠近 双连站 这边 它停车场其实最多 那甚至是四中型这一块 还有就是内湖这一块 它停车场密度最高 OK 那如果说我们搭配即时的资讯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OK 比如说 它因为这个API除了提供站点的资讯外 它也提供了就是 停车场 当时停车位 的多寡 OK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点 它停车的状况 你就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统计 比如说像 前一阵子推出来的这个GoGo 它是属于电动机车的一种 那我们可以依照这样子的统计去 大概计算说我今天的充电站 大概会要设在哪个位置 这样 OK 四方形 三角形 甚至是点 OK 其实点的话其实更直觉 对 点的话其实更直观 因为通常做成这样子 其实大家都觉得这样子比较帅 哈哈 所以我们实物上其实是会用点来表示 圆圈越大就表示它的密度越高 OK 那再来就是介绍一些 除了我之外的其他的网站 比如说像这个网站好了 OK 这也是用TurveJS所开发出来的系统 那其实它是表示说 它是模拟 这个物流 在某个时段里面 它物流的状况 比如说从这个点开始 然后它把货物 在某个时间点收到哪里 然后做了一个像这样子一表版的东西 对 你可以发现说就是 其实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 某个时间点里面 那它的货物大概到送到哪里 这样 好 那再来呢是这个 这个是芝加哥的犯罪资讯 那它利用了这样子类似热图的方式 画出来 那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说就是在 某个时间点里面 犯罪 犯罪率最高的位置这样 那其实看出来 变化其实没有很大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就是 大概都是在这个位置这样 对 那好像后来自然有变好一点 好 那再来呢是 这一样是利用热图的手法去呈现 就我们刚才介绍到的 网格的这个资讯 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呢是 介绍从1955年开始 就是在美国各个地区的冰雹的 这个灾害的状况 它用这样子热图的方式 去分析并呈现出来 那像这个是四方格 那如果换成六角形的话 你会发现变这个样子 然后是三角形 然后是点图 不过因为这个背景是黑色的啦 所以其实不太明显 就变成说你只看得到点点在那闪 对 然后甚至是用热图的方式去呈现它 像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来说就是 呃冰雹在美国地区其实它产生灾害的位置大概都会聚集在这个位置 这样 ok 好那再来就是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昨天看到就是木月月它有demo就是3D的 后来我就去找一下 本来讲说它自己喜欢发现时间不太够 对我还好有找到这个东西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是 它是呃表现出了这个 这个脚踏车 它移动的这个距离 它的一个路径 这样 那因为脚踏车跟其实 脚踏车我们在开 在骑脚踏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就是 脚踏车它的路面的颠簸其实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图上面完整的呈现 所以说基本上它搭配了这个路面高低的资讯之后 可以变成像这样子 ok 它把它做成3D 的方式呈现 你会发现说它今天如果说像 这个位置它比较属于比较低洼的部分 它就变成是在比较低 ok 那这边是比较高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从除了路径以外 你可以发现到说 转换成3D的模型之后 你会发现说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说 今天我在骑脚踏车 这段距离哪边的路面会比较颠簸 它哪边的部分比较平适 ok回到头影片 其实这边大家刚刚都介绍过 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常用 但是我没有介绍到的部分 那其实特别点JS它的这个官方的API的文件 其实相当的详细也相当的丰富 对那如果说你今天对地图开发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到它官方的网站上面去看它的API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相关的范例我都有放在这个GitHub上面 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就是参考跟交流 谢谢大家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允许几个问题 布告还有 在这边 OK 不好意思 我刚刚请问一下那个实际务用面的问题 可以是 可以说我要怎么样可以从那个 凶子它先进去 什么API的文件 可以知道它的目标的 或者说我注入了某地址 然后我可以知道它这个地址的目标 嗯 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两个 其实Google Map本身都有将官的API有提供 对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就跟 其实跟特别JS比较不太一样 比较应该说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说像 你要取得点几的座标的话 其实你 这个可能要去 要去翻Google Map的API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我有做过 就是说 Google Map它有提供这样子的功能 这是可以确定的这样 想请问一下这一节呢 一种规划密件的那个 计则理应该实现 是说你的分别 然后你能不能 好像从一张中央30分钟 有办法做过 呃 这个之前我们也想做过 但是其实说你会发现说 因为你从这个某个点 往外扩散就是到30分钟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除了说 呃 如果说你要说要做的话 其实直线距离是最简单的 对 那但是如果说你要 今天你要针对说 就是路段的导航资讯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必须要搭配相关的 就是一些更强大的GIS 这东西其实TurfGIS 并没有提供路网分析的部分 对不对 变成说我们 我知道的部分有可能 QGIS或者是ArcGIS 它搭配路网的话 可以去做像这样子的分析 对 还有问题吗 那个就是那个台北开放资料 我记得它坐标一般给是TWD97 可是TurfGIS是吃WGS84 嗯 对啊 所以那个转换的部分的话就变成 转换的部分 转换的部分 在我自己 就是 无耻一点我直接开我部落格 打错了 有点慢 好 好 这边 我有简单提供了一个方式 是用JavaScript去写的 对 那它可以把TWD97 转换成就是 晶纬度 的坐标 那其实你可以上去参考 这样 这边有一个现成的方式 还有问题吗 好 在结束之前提醒各位一下 那个Nightning Talk已经结束了 Nightning Talk已经结束了 然后报名截止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要吃饭了 所以呢 我们就这场就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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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